上集說到Oscar和小儀來了一個真假豬肉大對決 更加找來蕭太、乾衣晴、Elaine做試味專丸 今集就有小儀教大家炮製快餐店風味的樹蓉 簡單又易做 趁她兩夫妻現在在吃我們剛剛做的菜之餘 不如我再做多一個食物給她們看看 這個就是樹蓉 當然不是樹蓉這麼簡單 因為樹蓉的面子我會多加一層醬汁 而這醬汁是有點像炸雞店的醬汁 原來那個醬汁是家裡很容易做的 那個醬汁是蠔油、生粉水和牛油就可以做到 我一會兒就告訴你怎樣做 但現在最重要就是要做樹蓉 我不會只買一本樹仔 我是偏向買日本樹仔 再加額外一個可以選美國、內地、澳洲 什麼都可以 原因就是我拿兩個口感 一個會是爽一點 一個會是粉一點 所以做出來的樹蓉會有兩種口感 味道都會混合在一起 有些獨特 那我將薯仔剖皮 然後切粒 然後又煮 因為時間關係 其實現在我正在煮 我先擦一下去燈味 這個又是肥人 吃完很肥 其實煮到看到它 這些開始有點爛 粉了 當然你不怕熱 你可以摸一下它 其實都可以了 你看到它這些澱粉 基本上都被剖出來 都知道它的薯仔就可以了 趁它更熱的時候 拿它的命 是拿牛油的命 因為要加牛油下去 讓它同時間溶化 這些就釋除專辯了 有些人可能怕酥 又不想太多牛油 趁它更熱 牛油就可以在薯蓉中間 慢慢溶化 看到嗎 跟著同時間 亦都等牛油溶化的時候 薯仔也硬它 硬到它爛了 之前因為我自己對奶 不是很喜歡的味道 我就只用牛油去拌 後來我就總是發現 為什麼好像整個 都沒有外面的那些 那麼綿滑 原來 怎樣都一定要用牛奶 牛奶才令它 立即的質地 是滑到 即是跟街上的薯蓉 是沒有分別的 所以一定 你不喜歡也好 都要放的了 你看到嗎 其實現在你看到它 還是很泥 味道是溶化的感覺 讓我 魔術師婉小儀 試試看 加奶 整件事就不同了 這半是未加奶的薯蓉 完全的分別 是兩回事 所以拿了奶 真的很棒很多 還有奉勸 如果你說現在減肥 就不要吃我這個了 這個薯蓉是很肥的 不過你做這個薯蓉之前 其實因為要這樣攪 手瓜會起喘 都做了一下運動 所以在這個疫症時候 如果你在家裡 真的很多時間 這個是可以又做運動又增肥 這是一個小吃 我計算它是一個小吃 而且我剛才不是說 我用了兩種薯蓉 我也是故意不想它 太過很粉糰的感覺 我喜歡裡面還有一點點口感 所以我就選擇 另一款 就是爽身一點點的薯蓉 吃的時候 你就會吃到 有一點點爽爽的粒粒在裡面 好 手用 是時候做那個鼻祭醬了 我需要的是 又要開油鍋 小紅的鍋 加些牛油 加些蠔油 先煮一下 我心急 鍋鼻紅了 好 接著再加些小粒 搞定 好 這個時候就找白老鼠 試一下我這個薯蓉 小心燒太 看你們別人的成縫 嘩 羹都準備了 你們試一下這個 要不要拌勻 你喜歡吧 我很怕今天這個有一點差異 薯蓉 我喜歡吃這個薯蓉 不止外面的店 它吃不到薯仔 你這個呢 有一點點薯仔粒 因為太溶 我是不喜歡的 太溶是粉 是啊 不是堅持 真實料 但是酥不酥 因為我覺得 酥不酥 為什麼會酥 牛奶 不酥 我覺得多些汁更好吃 其實 好吃 真的 謝謝你 你做 那 沒問題 但是這個時候 我就繼續熟 好 你們兩位表演了 好啊 好像有些東西搞 看一張 這張 我不妨礙你們倆 好啊 你團官 謝謝 拜拜 你做什麼 做什麼 做什麼 好 做什麼